好香喔 這個鐵鍋棚最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真的香氣很夠 而且一吃這一口就讓我相信 剛剛當初先蓋了這個佛台 那為了尊重這個佛台裡面的設立子 於是就要在比它低的地方蓋寺廟 於是呢 它的寺廟的造型就像是地道一樣 太有趣了吧 對 上面有趣 這樣小朋友來這邊玩會超開心的啊 為什麼我們今天 特地到這邊來吃飯啊 是這個觀光客都知道嗎 不知道 這是我們的口袋菜 口袋餐廳 特地帶你們來吃的 私房口袋餐廳介紹給大家 對 歡迎收看下班國泡吧 泰國特輯 上一集我們還在 辛辛苦苦的種田 沒有想到這個南奔 真的是親子共有的好地方啊 沒錯 這個地方啊 它又可以體驗很多不同的手作啊 還有農村的生活啊 而且呢 市區觀光非常的知性 有很多的古蹟啊 博物館啊等等 那我們就來展開 知性之旅吧 南奔府位在清曼和南邦中間 於清曼南邦25公里處 是一個充滿古老文化的城市 尤其到了南奔的古城區 更能感受到不一樣的泰國風情 而且聽說這裡還有一個 非吃不可的早餐哦 好 好香喔 這一桌 這個是真的超級道地的 古城早餐鐵板蛋 就是這一個啊 你看這樣我前面 香氣四溢耶 這樣是一套啦 對 這樣一套 很划算耶 這個鐵鍋蛋 然後加上這一個 軟飯吐司 它是現烤的 裡面塗了滿滿的奶油 然後還加了辣茶 還有雞肉火腿 它這個麵包做得非常的香 外面真的烤得有一點點微香微脆的 然後裡面塗上一點點奶油來提個味 很好吃耶 這個軟飯 吃了這個 才可以來配他們的鐵鍋蛋 這是重頭戲啦 在曼谷吃不太到的 要到泰北來 泰北來就比較多這個 那我們今天來的這個是古城區這邊的名店 好香喔 好吃喔 這個鐵鍋蛋 這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真的香氣很夠 而且一吃這一口 就讓我想起家鄉味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就是油蔥 紅蔥頭的那個香氣啦 超香的 對 台灣我們很多那種在地小吃 都會加紅蔥頭啊 不管是拌飯啊 拌麵啊 沒想到這邊也有耶 而且它紅蔥頭一上來那個真是香的味道 對 它這個香氣真的很厲害 除了這鐵鍋之外 我看你這個好像也滿多人點的耶 我這一個啊 然後也是他們的招牌之一 越南麵 但是就像是台灣的米苔木 直接吃吃看 因為它看這個外型啊 真的很像很像那個米苔木耶 不知道那個Q度跟咬勁是不是一樣 非常這樣 一樣的對不對 口感吃起來就跟米苔木一樣 對 而且我們其實 醬桌為了拍攝已經放了 大概五分鐘了 還是很Q 你要不要吃吃看 你吃吃看 來喝喝看 我來喝喝看的湯 你大力推薦的 對 很清雄 小朋友真的不敢吃辣的 也可以接受這兩樣東西 這是可以吃好幾碗的 吃完這個元氣滿滿的去逛街 去看 去逛青脈那樣子 來到古城就是要吃這一味啦 獲得了滿滿元氣後 Monica說要帶我們去一個 有七百年歷史的神秘隧道博寺喔 Monica 後面這個佛塔好壯觀喔 我們現在在哪裡啊 對 我們今天是到在那個 古城的最後一天 那這個古城的北邊 一點點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寺廟 它跟一般的寺廟長得不一樣 那我們後面的這個佛塔 它有七百年的歷史了 這麼有久的歷史 對 它跟青脈古城啊 是一樣的年紀 那裡面呢 有非常高深的一個設立子 然後呢 這個寺廟特別的啊就是 他們當初先蓋了這個佛塔 那為了尊重這個佛塔裡面的設立子 於是就要 在比它低的地方蓋寺廟 於是呢 它的寺廟的造型 就像是地道一樣 對 很像防空洞 然後裡面很像迷宮 太有趣了吧 對 對 上面有趣 這樣小朋友來這邊玩會超開心的啊 對 小朋友就在裡面 也不能跑來跑去 但是小朋友在裡面 就會覺得很新奇 很像那個秘密基地的感覺 這個佛塔真的太有趣了 對 而且這個佛塔 特別的地方就是啊 泰國人來這邊要祈福 就要繞著這個佛塔走三圈 那你就會有無限的好運 財運人員 怎麼走 趕快帶我去 走 怎麼走 小肥 快點也幫我多走三圈啊 看小肥繞完這個佛塔 我好像也得到了 滿滿的好運耶 不過怎麼都沒有看到 那個神秘的隧道佛寺啊 剛剛我們繞了佛塔 走了三圈啊 感覺二零一九年的 好運都來了 對 感覺身邊 身邊都有光暈的感覺 被進化 然後現在下來看到這邊 後面真的有三個洞耶 對 這個就是廟 好像防空洞 然後它的泰文呢 叫做烏夢寺 烏夢的泰文就是 地道的意思 然後從這個洞口看進去 不僅像防空洞 還有古墓奇兵的感覺 對 以前它是非常 富麗糖很漂亮的 它以前的那個壁畫彩繪 非常華麗 那現在因為已經過了七百年 已經斑駁掉了 但是還是有很特別的 這個通道型的建築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沿路走進來 這裡真的很像防空洞耶 對啊 沿路小朋友來這邊 一定很高興 就是很像秘密基地的感覺 對 而且你看我們 我們從中間進來啊 兩邊都有路耶 對 左右兩邊都有路 像小迷宮一樣這樣子 而且牆壁上面還有一個一個小洞 然後放著小的那個佛像 對 對 這邊這是一個佛教聖地 這個烏夢寺真的太酷了 有別於一般莊嚴壯麗的佛寺 這裡讓人感覺到清淨而自然 彷彿放下了一切煩惱成俗 在這裡真的要特別感謝 泰國觀光局台北辦事處的推薦 讓我們有這麼特別的體驗 Monica 這邊有個市集可以逛街耶 對 一個小小的市集 它可以買到南奔當地的一些土產 然後也可以買到一些小小的手工藝品 然後可以讓妳帶回去做一些紀念 像這個南奔非常出名的龍眼乾 在這邊也是每一家都有在買 而且它包裝得好漂亮喔 龍眼乾來這邊是必買的伴手禮 對 絕對要買 它有什麼比較特色的東西 南奔啊 泰北這邊紡織 這種織布有花色織布也是 也是很多人喜歡帶回去當伴手禮的 因為價格非常的便宜 然後顏色都很可愛 這樣才一百塊 對 這個是什麼 桌布是不是 這個你可以拿 有很多用途 其實就是一塊漂亮的布 你想要拿來當披肩啊 當圍巾啊 當成地板上面鋪的一個小毯子 或者是桌巾都可以 我自己有好幾條這個 你看這個才一百塊 對 這個到了曼谷之後 價錢就是兩倍了 對啦 來南奔除了必買的龍眼乾 手工織布也是來這裡 不能錯過的特產喔 是說小飛啊 你不要再買了啦 逛了這麼久 還不快點帶我們去吃 南奔的在地美食 我們來到南奔 一定要吃當地的龜眼乾 龜眼乾 奇怪 我們在泰國不是吃了很多次 到處都有啊 南奔的不一樣 南奔還有加 來 南奔特產是什麼 考考妳 就是龍眼乾啊 是的 它的龜條裡面 有加龍眼乾 特別特別 只有在這邊有 出了南奔就吃不到了 真的有龍眼乾在裡面耶 對 趕緊試試看味道 好 喝它的湯頭 好 甘甜 清香甘甜對不對 對 你看它色澤 有點像藥頓排骨的顏色 但是喝起來 真的有那個龍眼乾的香甜味 在裡面耶 對 對 然後它這個湯底 不是有龍眼乾的甜 還有這個你看 排骨裡面的精華 肉汁精華也在裡面啊 你看 它這次你看 真的是完全是骨肉分離 而且肉也吸滿了那個龍眼的甜味在裡面了 嗯 你來到南奔一定要吃這一碗 沒有吃的話就等於沒來過 它的口味真的很特別耶 對啊 然後它的龜牙條 是比較細一點點的這種麵 其實你可以選 有好幾種讓你選 那這一種的是 這個叫做 泰文叫做San Leg San Leg San Leg 就是細條 喔 細條 對 然後還有San Jai 就是寬條 就像板條那樣子的 喔 來 吃吃看它口感怎麼樣 這個它的Q度跟嚼勁很夠耶 而且它這個骨頭啊細細的 反而把這個湯汁吸得很好很慢 所以每一口都是有那種Q彈的感覺 沒錯 而且還有它的龍眼的香甜 是不是 回去對南奔念念不忘的時候 就吃龍眼乾 我一定會想念這一道的啦 這個南奔限定的龍眼麵 融入了華人靈魂中的中藥乳排骨 湯頭清爽 龍眼香甜 排骨輕輕一講就骨肉分離 有來南奔玩的朋友 記得一定要來吃這一味喔 上一集啊 我們在南邦有坐馬車耶 我們現在坐的這是什麼 我們坐的這個是非常貼心的 南奔市最福提供的這個 所以說呢如果你是 爸媽媽一家當小來 然後又想去非常多古蹟 然後又覺得包車很麻煩 然後跟司機溝通不了的話 你可以付很便宜的錢 一個人只要一百塊 就坐這個遊園車 一天可以帶去 非常的划算對不對 很划算耶 只要一百泰銖耶 就可以把南奔的古蹟 輕鬆走透透 太感心了吧 那第一載要帶我們去哪個古蹟啊 這個地方看起來 有濃濃的懷舊風耶 對 這個地方啊 就像帶我們穿越時光隧道 回到這個30年代 到50年代之間的泰國 那如果說爸媽帶小孩子來的話 一定會非常有感覺 因為這些東西就是 他們以前小時候用的東西 甚至是我們的阿公阿嬤那一輩 在用的東西 很多我們現在看不出來 是做什麼用的 但他們就是可以告訴他們 小孩子說 這些以前我們就是用 比如說燒炭的那個爐子啊 我有看到 像那種古代的便當盒 還有那種鐵製熨斗耶 對 有好多東西 因為其實我現在看呢 都不知道他們是 在做什麼的 就是以前古代的時候 那種爸爸媽媽那年代 幹嘛這樣子 幹嘛這樣 我可是網路是來的 我們都假裝看不懂 對 像這個計算機 我們也不知道是計算機啊 對 真的 真的 這真的還有那個復古風耶 這是現在小朋友可能 以前都不會接觸到的東西喔 沒錯 這些就是很適合爸媽帶小孩子來 然後跟他們畫古早這樣子 樓上還有這麼大的空間喔 對啊 這一層樓啊 它主要展示啊 是更古早以前的一些歷史文物啊 然後還有以前的街景啊 有一些畫有沒有 重現當時的景象 有耶 你看 這兩排的畫 真的很像那個清明上河圖 對不對 對 他們穿的服裝也是很傳統的 服飾的感覺 對 就是古代那個時候的樣子 哇 所以在這邊可以一覽他們以前 差不多農村時期時候的生活 對 那個年代的慶典啊 一般的生活日常啊 這些畫都會表現出來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老照片 還有一些那種歷史文物 這棟近百年的泰式建築 收藏了百年內的家具與擺設 從這些日常用品中 就可以看出當時的歷史文化 與市民的生活方式 而且部分的展品 還是由當地居民捐贈的喔 真的很促逼耶 奇怪 剛剛司機一直想到台灣 是不是在說我們啊 對 司機會做一些導覽 然後那個剛才有跟大家 稍微介紹了一下 我們這個節目下班勾放嗎 好厲害喔 很專業 然後我們又到第二個點了 來 下車看看 泰國人真的很溫暖耶 而且這個遊覽車的司機 還兼任導遊 全程帶你參觀講解 聽不懂泰語的也沒關係 會有一本英文版的資料 可以參考 這台車是做什麼啊 也太可愛了吧 這個太可愛了啦 真的是賣什麼 冒冰淇淋的 冰淇淋 對 各種的 就是像我們把布把布那樣子耶 對 好可愛喔 拉布布 妳有下次在這種古城 吃到這種實在是太有感覺 妳要什麼口味 這邊是 是賣機仔冰 對 這邊是它所有有賣的 妳要哪一個 要…我買一隻來吃吃看 這個喔 這個 這個… 這個… 而且你看老闆超有型的 對啊 穿得跟飛行員一樣 看起來超消暑的 迷你精巧 但是看起來像是薄荷的 對 應該是薄荷的 薄荷巧克力味 很可愛耶 好吃喔 超消暑的 你看我們在南奔這邊的天氣這麼好 對啊 太陽這麼大 然後下車來這邊逛逛一下 沒想到就遇到這個叫什麼冰淇淋車 對啊 邊逛古城 然後就有一台這麼可愛的冰淇淋車開過來 真的好有感覺喔 路過真的有巧遇 一定要買一隻來試試看 而且一隻才18塊錢 好划算喔 哇 小肥妳也太幸運了吧 南奔唯一一台的冰淇淋車 就將被妳遇到了 這麼熱的天氣能來一隻冰淇淋 實在是太舒服了 這個地方怎麼那麼 看起來那麼像是住家啊 對 這個地方 其實它是 泰國有皇室嘛 然後呢 這個 它是諸侯 諸侯的老婆的家 諸侯 所以算是一個大官耶 對 算是 皇室的權貴 然後他的妻子的住家 那這個 這個房子的主人呢 現在就是 都是還在的 因為泰國歷史比較短 所以其實都是滿 比較近代的 那這個房子看起來也是很古老 它也是有三百年的歷史 這棟房子 可是南奔最後一位王廚 為王妃所蓋的居所喔 看起來簡單樸素 卻有著富貴人家的氣息 但我們在南奔也逛了一天了 肚子是有點餓了耶 小米 莫妮卡 妳說要帶我們去吃一個 很特別的山西午餐 莫妮卡 小心走耶 好 你也小心 奇怪 妳不是說帶我吃午餐嗎 為什麼我們又要爬山 然後現在又要過河啊 對 我就想說帶妳吃一個 非常特別的山西午餐 這個西啊 對 山西 我們吃飯的時候 可以把腳泡在這個 冰冰涼涼的這個山西裡面 山西水裡面 這個用餐環境的氣氛很不一樣耶 對 天氣熱的時候 這樣子非常的舒爽 哇 也太特別了吧 在山西上面用餐 而且聽莫妮卡說 這裡可是泰國當地人的私房秘境喔 一邊泡腳 一邊吃飯 感覺透心涼 我胃卡在涼到整個背上面來耶 真的 是不是心裡都舒暢起來了 你看啊 有著太陽 然後呢 有天然這個吸水來泡腳 舒舒服服都不用開冷氣了 真的很愜意 這邊有兩種座位 一種是這種泡腳區 一邊泡腳一邊吃 然後一邊是茅草屋區 對 可以選擇這兩種座位 茅草小涼屋 但為什麼我們今天特地 到這邊來吃飯啊 是這個觀光客都知道嗎 不知道 這是我們的口袋菜 口袋餐廳 特地帶你們來吃的 私房口袋餐廳 介紹給大家 對 這個一般觀光客是 因為他們在網路上 資訊也非常的少 如果你不懂泰文的話 其實你也查不到這間餐廳的 然後基本上來吃的都是 當地泰國人 對 才會知道這間餐廳喔 你看有多厲害了吧 我看到這間菜真的覺得 胃口都開了 可是他們菜也很好吃 打拋皮蛋 一般就是吃 是這個 對 一般都是吃打拋豬 打拋雞 打拋牛 那這個是打拋皮蛋 它這個皮蛋 加在打拋豬肉 好吃 對 因為這皮蛋它有稍微炸過 炸完之後再淋上這個 打拋豬肉的這個醬 好開胃喔 對 有一點點微微辣辣的 好下飯 很下飯喔 第一道就這麼開胃了 接下來還有什麼要介紹的 第二道這個也是很特別 這是草本炸魚 草本 它上面有沒有看到 這一絲一絲一絲的 都是泰國的一些香料 還有一些蔬菜去炸成 它炸得非常好 是不是 泰國炸魚 我剛剛就在細細品嘗 它的魚肉真的一點腥味都沒有 而且它的魚肉好扎實喔 你看看鮮嫩紮實的魚肉 然後配上它這個炸的草本蔬菜 對 草本蔬菜 卡滋卡滋到不行 然後再配上那個醬汁 哇 泰國的炸魚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炸到連骨頭都酥了 好吃 超新的 對 連骨頭你都可以吃 哇 這魚肉我覺得很驚豔 因為沛洋食真的吃不到 對 這樣子的組合的 對 這個非常特殊 這個非常特殊 這個就是這家店的招牌 哇 旁邊這個湯已經熟滾滾了 這個呢 這個也是 每一道菜都是我心頭號 為什麼 這個也是好喝 這個不是東洋湯不是嗎 這個不是東洋湯 這個也是酸辣湯 但是它的味道跟這個東洋公辣湯 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 然後裡面加的是豬軟骨 豬軟骨 是這一塊對不對 對 東洋公一般加的是蝦 對 然後那個 海� 對 那這個呢 加的就是豬軟骨還有一些蔬菜 對 它的沒有那個東洋湯這麼的油膩 但是它是屬於清爽的辣 然後配上這個叫做豬軟骨 對 真的很慘 對 有沒有以為軟骨肉會硬硬的 沒有耶 你看 它每一塊肉 它都已經 它都已經燉得很軟爛了 出力的多棒啊 對啊 過癮過癮 好過癮喔 對 旁邊還有一個看起來 滿清爽的小菜 這個其實是辣的 辣的嗎 對 但是那個也是辣的很過癮 這個叫檸檬豬 也是泰國啊 知名的一個料理 對 非常知名的一道菜 是不是 我喜歡這個醬 對不對 很棒吧 有這個醬就開胃啦 可以吃好幾碗 趕快配飯了啦 對 好讚喔 繼續來品嘗美食 好 南奔這個城市 真的是讓人意想不到耶 從深入當地居民的農村 體驗 感受到泰國人的淳樸和熱情 再到古城的知性之旅 感受到當地的歷史文化 跟在地特色美食 再用清新的山西餐廳 做個完美的Ending 真的是讓人好想再多待幾天 但是歡樂時光總是特別快 希望這次的泰國特集 有讓你們感受到 不一樣的泰國風情 也請大家繼續支持下班公放吧 我們下次見 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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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文化